台客 沙輪是最靠近台北的海邊 遠遠看很美麗 但很快就後悔帶孩子來 你最好穿拖鞋 好不好 蓋個沙城堡 除了用沙子跟水 在海邊周圍可以找到一些浩康的原料 到了這邊只能蓋一種沙城堡 那就是垃圾沙城堡 要不要一起蓋沙城堡 不要 還好孩子很容易說服 那個不是扭蛋耶 喝個優格改變他的心情 周圍你喜不喜歡這個海邊啊 喜歡 確定 步驟一 剪材料 這是什麼 這個我們可以之後把它變成國旗 這個跟這個一模一樣 這可不是蝸牛 這可以放在城堡上當屋頂 步驟二 把工具擺出來 挖個地基 加水讓沙子變成泥 記得沙城堡不要離海太遠 不然扛水很累 踩一踩讓地基更紮實 步驟山擺上沒有底部的桶子 填滿沙還有水 老婆辛苦了 倒水進去 他是倒一點水 一點沙 一點水一點沙 踩踩踩踩 這樣嗎? 再放吧 好 有時不小心撈到垃圾 就留下來當材料 一二 踩踩踩踩 妹妹 有沒有高興 開心 我發現天快黑了 也開始緊張 萬一無法完成怎麼辦 只好加快速度 失敗 失敗 明天再來一次 日落真漂亮 但是其實太晚了 我們完成不了我們的垃圾沙城堡 明天再繼續 這樣呢 這個海邊晚上比較漂亮 因為比較看不到這些 但現在又是白天了 其實拍片希望可以娛樂大家 也希望可以娛樂到我的孩子 這個海邊有點太噁心了 我想帶孩子去比較遠一點 那邊可能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那邊有很多人在拍混沙 所以我在猜垃圾會少一點 真的是蠻悲慘的 我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去澳洲 我忘了那是什麼海岸了 我有點忘記它的名字 可是覺得 哇 他們好幸福 他們的海邊真的好漂亮 好乾淨喔 我們到了沙龍的另外一邊 希望這邊 你看好嗎 這邊其實乾淨蠻多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我們的沙城堡 結果是貝殼 實在是給人家很溫馨的感覺 這裡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垃圾沙城堡 What the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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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已經 對啊水已經 漲潮了 怎麼辦 漲潮了 還沒完成 怎麼今天可能又失敗了 再來一次吧 我們再用水把它疊上去 讓它越高越好 你看我把它變平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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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喔 要趕快喔 水快過來了 水快過來了 做個垃圾沙城堡 要跟在海邊丟垃圾的人一樣 暫時忘記自己在幹嘛 我們裝另外一個屋簷了 下面這邊還可以讓人家喝咖啡 媽媽給我這個 要放在哪裡 我放在下面好了 上面現在都會垮了 屋裡也是垃圾 好沒顏色喔 另外一個棋子 嗯 嗯 門牌 好 又蓋了一個城堡旁邊 又蓋了一個宿舍 這是什麼 哇 這是什麼 吹泡泡的 好 做完了 好 做完了 你覺得怎麼樣 快到了 我覺得很好看 喔 保護他的外牆 蠻酷的齁 那個是客人 啾啾啾啾啾啾啾 我的愛叫丟丟 耶 完成 OK 快漲潮了 雖然這是海邊撿到的材料 我們還是把它帶回去吧 啊 好 是 有 一切都會被浪沖走 變成回憶 就像我們之上 不想等了,都天黑了 帶垃圾城堡另外一個缺點是 帶回去的行李會比較重 沙倫海邊還可以做很多垃圾沙城堡 看完這個影片也想做垃圾沙城堡嗎? 趕快來海邊,有很多材料等著你 難怪那麼多年輕人想要出國流血 可能他們比較會照顧他們的海邊 但是也不合理啊 外國人之前來台灣的時候還叫他寶島 這是我的報導 是你的嗎? 不想再說 我心中啥也不想吃 我心中啥也不太太 有一定分離之類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